凝聚社区向心力大推静岭碳牌 新竹线社规施计划迈入第12年 扩大招募新训班和经修班一共140人 要以低碳空间为主题 开课教去水泥工法 也要设计低碳旅游爱护地球 为地方来增添创生亮点 戴上彩色假发和手套 台上台下跳舞开场 新竹线社规施计划迈入第12年 今年以低碳空间为主题 扩大招募两班共140人 今年就是我们要扣合整个环境的议题 所以结合了联合国的SDGS指标的部分 希望今年的所有提案 能够去扣合在这个这些项指标里面 你可以去做保水也好 或是做绿化植栽等等 这些都可以去扣合回来整个SDGS 那另外我们希望今年的整个社区亮点 能够永续经营 那我们希望社区能够走出 跟跨领域的整合 新训班能培养设造能力 而今修班能深化空间营造的专业度 通过初阶课程培训 就能征选15到20万补助的社区亮点 和最高70万的社区跨域整合提案 年年参加高龄八旬的温成祥 就在学习中收获满满成就感 为了要打造自己的社区 及我们各乡镇的社区的环境 所以我投入了这个已经12年了 今年是第12年 社区的角角落落都整理得非常漂亮 这就是我的成就 响应净零碳排 上届有南平社区共餐污水进化池 和湖口老街与铺满等计划 今年持续纳入SDGS理念 爱护地球从社区做起 那去年比较棒的案例呢 包括我们南平社区 新浦的南平社区 它在做那个 他们那个老人家中午的那个 关怀据点用餐的废水的回收 让废水回收 透过一些植物来回收之后 可以变成他们浇灌的 那个蔬菜浇灌的水源 非常非常的环保 让我们留下更好的一些环境 给下一代的认同这个理念的 各位能够赶快来报名 我们新竹县113年的社会师 加入我们的行列 9月30号前才网络报名 将开课教授绿屋顶 透水铺面等工法 以及永续旅游设计 凝聚社区向心力 用低碳节能带动地方创生